嘿 大家好 我是說昨晚跟舊同學吃壽司的時候 有位同學不知把整件壽司掉進醬油碟裡 然後飯當然就散了 我們整班人都這樣撕消它 要是令我想起 曾經看過一個節目教大家怎樣吃壽司 所以這次就是介紹一些常見的食物 怎樣令它更容易吃或者更好吃的方法 首先就由壽司說起 一般我們都會夾著壽司的兩邊 然後用壽司飯的位置蘸醬汁 這樣蘸壽司飯就會吸引大量的醬油 味道就會比較濃 而且醬油會降低飯的黏力 這樣令飯比較容易散開 飯很容易就這樣掉下來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夾著飯和魚片 等魚片那一邊就沾醬油 這樣飯就不容易掉下來 也不怕會碰太多醬油 令到味道太濃 當然吃壽司有很多方法 怎樣吃就視乎個人的口味 說到常見的食物我想到的就是香蕉 大家撕焦皮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由頭頭開始撕的 這樣撕有沒有覺得很花氣的力 有可能還會把焦肉壓爛的會不會呢 其實有更好的撕法就是反轉由尾步道開始撕 這樣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那麼繼續說說水果 吃其意果的時候大家是不是都會在頭的地方開一刀 然後把皮剝好才吃 就太浪費工夫了 最方便的吃法就是先把它切開一半 然後用匙羹挖果肉出來吃就行了 這樣吃真的節省時間 吃得又乾淨 手也不會怕沾到果汁 弄得黏黏黏 接下來是說一下薯片 袋裝的薯片已經不多了 以前小時候還少打開的時候 還飛出幾塊薯片出來 現在回想到想哭了 如果手不乾淨 又不想吃完之後洗手 或者... 哎呦... 這麼髒 但是又想吃薯片 要怎麼做呢? 首先要有人專門餵你吃 當然不是啦 首先要捏緊這個位置 越接近出口 打開就可以越節省力 也不會飛出薯片出來 這樣撕開之後 也在袋裡 再撕出一個細小的角位出來 令出口位更低了 最後把包裝袋在底部推進去 這樣就會把薯片托得更高 令薯片袋站得穩 吃的時候就可以利用光材 撕出來的包裝角 隔著拿薯片 這樣就不怕手指不乾淨 又或者吃完要洗手了 講到薯片 就是講一下它的好拍檔汽水 大家喝汽水的時候 會不會用飲管 根據我的非正式統計 大概每三個人 只有一個人會用飲管 所以飲管的使用率真的很高 不過由於汽水的氣泡 會依附著飲管 令到膠飲管就會浮起 我們可以利用拉環的洞 夾著飲管 就可以阻止飲管浮起了 但是由於飲管的粗幼不一 如果就這樣把拉環領過來 或者可能會夾不住 我們可以這樣咬起拉環 洞變斜了 對於飲管來說 洞也變小了 這樣就可以夾得住右飲管 當然啦 如果你像我一樣 一樣是用不鏽鋼飲管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了 講到汽水 大家想到的下一件事是什麼呢? 我想到的就是雪糕了 在這個夏天 大家又沒有吃雪糕了 我呢 就很久沒有吃了 所以拍這條影片 就可以成為我買雪糕的藉口了 吃這些合裝雪糕 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開了一段時間之後 雪糕會變得又硬又乾 要挖到雪糕的時候 就要靠盲力才挖得出來 其實有一個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把雪糕挖出來 有吃過自助餐的朋友 可能都看過這種做法了 就是先預備一杯熱水 然後將一支金屬的池羹浸在裡面 10秒鐘左右 金屬是一個很好的熱度體來的 可以很有效地將接觸到的雪糕融化 所以就很容易挖出來 嗯 大家都可能會知道我喜歡的雪糕口味了 沒錯 就是這條影片裡面的薄荷朱古力味 講到朱古力 大家有沒有吃過這種三角朱古力 吃過的話 大家是怎樣吃的呢? 是不是用另一隻手 咬開來吃呢? 其實這種咬法 首先就比較浪費力 另外也可能會咬不適合你想要的數量 可能咬多了 其實最好的吃法就是 反過來用手指向裡面按進去 這樣會比較省力 而且單手也可以搞得好 很適合喜歡懶型 又或者完美主義的你來用 正所謂如果太多牛奶味 所以剛才介紹完朱古力之後 現在就可以好好地講牛奶了 大家會不會喝牛奶 或者喝其他合裝的飲品呢? 我以前吃早餐的時候 都會這樣倒牛奶 尤其是剛剛開的那些 牛奶就會噴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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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弄到這樣有更好的倒法 就是提高出口的高度 就像這樣 倒出來的份量 一來容易控制 二來飲品都不會彈到周桌 說到早餐 最後當然要提及雞蛋 大家最喜歡吃什麼雞蛋? 煎?打散? 還是白燒? 這次就加一個超級喜歡的白燒蛋的做法 在煮之前 就找出雞蛋的頓端 也就是沒有那麼尖過一邊 就拿這些圖釘 慢慢刺進去 刺穿了蛋殼之後 你會感覺到有些東西好像頂著一顆圖釘 那就是雞蛋的內膜 那就不要刺爆它 這樣才是最完美的做法 沒有圖釘 用池間將蛋殼輕輕敲裂都行 不過我個人覺得用圖釘比較簡單和容易控制 接著下來 就跟一般的白燒蛋做法一樣 丟到滾水裡煮熟就可以了 這樣煮的蛋殼會比較好剝 也不會有白色摸衣附著蛋的問題 再剝過很麻煩的 煮出來的蛋也比較有彈性 蛋黃也比較濕潤 大家覺得哪一招最實用呢? 或者看過有什麼有趣的進食方法 也可以留言分享 這次的影片來到這裡 再見 最後這招 就是當罐裝的薯片吃到不可以用手指拿的時候 就可以用一張比薯片罐更長的紙 放到最底 然後就把薯片罐平放 再慢慢把紙拉出來 當不吃的時候 又會慢慢推回去 薯片就不會因為倒來倒去就弄碎了 這一招我自己就不會用的 因為真的很不方便 不過呢 對於一些完美的注意者來說 可能是一招很好用的方法來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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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